路边一个小小身影 坐在小凳子上 脚上放着一箱饼干 小女孩卖零食 要帮妈妈分担夹几 就算自己赚钱就对了 妈妈在养小鸣 所以剩妈妈在养你 还有谁 太心疼小女孩 卖鱼的老板霸气全包了 看这边多少钱 全部 全部 以为故事就这样收场 没想到老板又在 另一个夜市发现小女孩 一周卖四天饼干 生意不好就会多卖一天 妈妈也不用一直困扰 那个钱 那个心疼很少 担心家庭的小女孩 为了帮妈妈分担家计 成熟又坚强 不羡慕同学下课出去玩 也不担心会被同学认出来 你会不会担心说 被同学认出来 没关系啊 没关系 小女孩独自卖零食饼干 影片在网路上引发回响 网友说看了好暖心 眼眶都湿了 社会局介入关心 如果这位女童的家庭 的确是有经济上的困难的话 也会由社工来协助 申请急难的救助 小女孩家庭有没有曾经被通报 还要调查 但小小年纪却承受大人的经济压力 超乎年龄的成熟懂事令人鼻酸 既然赖冠张台南报道 欢迎订阅